名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 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邁位收睇風雲谷 非常之歡迎 各位繼續 強力支持我們 包括本人同意的Patreon 和華偉聰先生 今天就講回 香港特區駐倫敦的經貿辦事處 被英國政府擺上台 弄一個深水炸彈 不聲不聲 正如我們講過 這個會引導到 香港特區的一幫治港精英 是大亂的 很簡單 因為是英國人 在殖民地時代 管治和培養出來的一幫 肥棒 就是世界第一流的管理隊伍 他們三代以來 都沒有任何 處理這些外交層面 被指控為間諜的經驗 所以就跟進去 全部都是撻嬌 和亂牢 不知如何好 這個我們講中了 這個行會召集人 葉劉淑儀 是對經貿辦涉嫌間貼事件 表示震驚和奇怪 相信是接到更加高的指示 叫他擺正的位置 就不要說到好像親英那樣的狀態 於是葉劉淑儀 出席一個電視訪談節目 就說 就說 如果用過去通過了國安法 就會看到英國國安法涵蓋很廣 這個就不用說了 說了給你知道 但是他石破天驚的 就是代表香港特區政府宣布 他一定是代表香港特區政府 因為他是行政會議召集人 說得出的就經歷過 是這個特區政府的行政首長 李家超的批准或者委託他發言 既然是這樣 他就認為 香港特區政府駐倫敦經貿辦的性質 就應該改變了 就是說以前你在網站那裡說 你只不過是加強香港和海外 和英國之間的經貿交流 投資方面提供意見 既然你被英國政府這次抓到證 是說有一個第三號的人物行政經理 是可以公開監視 甚至是滋擾流亡在英國的香港人 你不如一張錯就錯 就是說以後的經貿辦的性質 包括監視海外 對中國和香港持有敵對的流亡人士 和反華反共分子 和一些英國政客的反華議員 而葉劉這個最新改變的立場 亦和他的性格很符合 因為他是一個感愛感恨 以及光明磊落 阿姐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是一個敢作敢為的政治女強人 所以這樣說的話 鮑先生 你又會覺得 會不會衍生到一些新的問題呢? 除了葉劉淑儀 他裡面說的內容 究竟合不合理和事實之外 我是反過來他擔心的 因為他的言論 又有涉嫌港獨之業 因為他拿了什麼? 他拿了外國的領事館 包括英美 跟香港的經貿辦比較 他說外國的領事館 都有這樣的功能 收集情報 或者是監視這些性質 他說香港經貿辦做 為什麼又不行呢? 對不起 首先經貿辦 我們也說過 那個性質 不是大使館 他的名字都不是大使館 而他享有的特權或豁免 也沒有大使館那麼原備 雖然他擁有部分的大使館的特權 例如文件人員 是不受檢查 還有可以經外交通道出入 但是他性質不是領事館 所以現在葉劉淑儀這樣並列 等於將中港並列 香港和台灣並列 香港和美國並列 這種涉嫌港獨的行為 我不敢說絕對 有些人很有趣 葉劉淑儀有時候也是 他經常因為他本身 他以前是保安局局長 而且他是殖民地的官員出身 他的血液裡 依然留著殖民地的那種恩子 所以他自己有些時候不經過 他都當自己好像回到前朝的年代 說了一些不恰當的說話 其實他應該避開我剛才所說的 沒有理由將領事館和香港經貿辦並列 這一點是不應該的 那好吧 差不多一百步說 即使有監視和情報收集的功能 這個不用說 不要說冷戰以來 好像你說 自伊利沙伯英國時代 和西班牙天主教的角力 到最近一部電視劇 《莫苦將軍》 新教和舊教在日本的莫苦時代 都在互相角力收集情報 這些是千年不變的了 已經不需要討論 說出來就是幼稚園 問題是你怎樣避免被人捉正 以及你做的過程中 是聰明還是愚蠢 沒錯 這句說話 就是葉劉這番宣示 我覺得特別有趣 以及值得討論 我不可以說駁罪 不可以說反駁 你是反駁隊嗎 就有幾大的疑點 我不是反駁 我是大家拿出來討論一下 因為葉劉淑儀的原話 他說在英國有一批愁華的議員 和一些香港的流亡分子 在英國搞事 你記住叫做搞事 時時提出議案 就針對香港要求制裁 所以這方面 經貿版也要留意 所以葉劉就說 經貿版一定留意 可能搜集情報 所謂情報就是要盯著這幫亂港分子的發展 接著他說 他說西方國家駐香港的領事館 包括美國、英國和歐洲 他們我相信都正在做情報的搜集 有些是公開情報電視節目傳媒網上消息 這些是歐美駐香港的領事館都在搜集的 他說如果我們的人員 就是經貿版的同事 在經貿版 在倫敦或者華盛頓做同樣的工作 為什麼會犯法 他真的不明白 這個是葉劉公開最新的講話 是不是 首先有幾樣東西 我覺得很有趣 這些歐美 任何世界各國駐香港的領事館 首先是領事館 沒有大使館 領事館就叫做Consulate 大使館就叫做Embassy 這個級數是不同的 另外英聯邦國家 駐英國倫敦的辦事處 就叫做High Commission 就叫做專員工處 這些全部都有Protocol 有不同的級數 首先 就是歐美駐香港的領事館 你查一下每一間的網頁 他們不會 沒有一間 他們會說自己在香港還要搜集情報 留意香港的電視節目 傳媒 和香港的特區政府的政策 他們不會這麼說的 在網頁上不會這麼說 但是會不會這麼做呢 葉劉說得沒錯 確實是會這麼做的 但是有一個大前提 在這個間諜的世界裡面 有沒有聽過一句說話 在人類六千年以來 間諜是最古老的第二行業 第一最古老的行業是什麼呢 是槍技 就是俗稱做雞 第二 人類最古老的職業是什麼呢 就是做間諜 但是做雞和做間諜這兩件事 都是很敏感的 都是不能夠酸之口的 你知道嗎 比如說你在香港 有些闊太太 有些家庭主婦 要不就出於這個經濟壓力 要不出於老公回大陸開廠 包了三四個兒子 調戲不順 於是他私底下 是決定要交友 你知道嗎 是要私底下出來做 結識幾個小鮮肉 或者是結識幾個文化界的嫖客 然後私底下和他們交流一下 私詞歌婦 包上床 知道嗎 那你不會在這個阿太 或者這個婦女的 公開的Facebook專頁裡面 Facebook說自己 是吧 About Yourself 就是你的專頁說 我是香港大學英文畢業 我現在的老公 我現在是某某大律師 那個夫人 是吧 我現在的喜好是插花 還有我英文留你 我曾經出入過某大企業 Human Resources的主任 我現在正式的職業 還是在這個 某大地產企業裡面做公關 這個是你的個人Facebook 那個資料的介紹 你不會在裡面說明 我現在兼職還會出來做 是吧 是吧 不會的 好了 你要兼職出來做 你就在另外一種網頁 以前香港有一個 是不是有一個叫什麼 是不是晚上五夜 什麼 101還是什麼 不要說號碼了 那些什麼 14X 258 369 那些 689 你那個是另一個世界來的 是一個秘密的隱秘情趣世界 這兩者是不能夠混淆 你不可以宣諸於口 你做間諜和做槍技 都不是一件在人類歷史上 是很有光彩和很有尊嚴的事 是吧 正正因為這樣 香港經貿版的網頁 它的網站 只是說我們是加強香港和外國政府的聯繫 加強那個投資的資訊或者旅遊往來 它是跟這個叫做推廣署和貿發局緊密掛勾 你不會說自己 我現在向全世界宣布 我現在改變性質了 我做了間諜和搜集情報 是不會這麼說的 所以這句話是很囂張的 你知道嗎 你不可以這樣說 就是你第一就是做槍技 第二就是做間諜 第二是古老 加上中國人 第三古老的行業 就是江湖社團兼三合會會員 你不會說出來的 你不可以全世界說 我現在在今後 我現在混合黑社會 和做雞 是不可以這麼說的 你一這樣說 就現在全世界的目光 既然你是香港特區政府官方的聲明 說今後你駐英美歐洲所有的經務班 你自己說 是兼同情報搜集 和兼同對香港的流亡人士 就是那些英國和美國 和加拿大已經給了救生艇 和永久居留的人 是對他們進行監察 對香港跟蹤 是落門之役 這是你說的 你對我說的 不是阿lime提供它 這個是特區政府講的 那就日後 你現在這麼說 白紙黑小姨 從這分鐘開始 就有個理由讓你們動 這個是第一 第二 就是Bl centre 英美領事館 確實 啊觀眾ご說得沒錯 在轆席上去搜集一些 這些國家的傳媒和官員 觀念和議員 對於它本國的評論 然後寫成報告是遞到外交部或者外務省 但是這些駐英駐美的領事館 他們的人員是不包括在香港 是秘密監察或者捕捉那些 是反對本國政府的人 舉例來說現在英國就來大選 現在工黨是一個英國最大的反對黨 工黨在英國是公開反對新衛城的保守黨政府 如果工黨有幾個這些議員跑來香港 或者工黨的黨員跑來香港活動 跑來香港買東西購物 然後跑去鯉魚門吃海鮮 英國駐香港的領事館是不會派出特務 是偷偷地在他們出沒的酒店裡面 鬼鬼祟祟搭棚這樣 然後拿著手機在那裡拍 然後交給英國的MI6 英國是不會這麼做的 是不是? 唯一他會這麼做是近年有一宗例外 例外就是叫他公開的 就是美國的叛國分子 曾經在美國的情報通訊機構那時候 走了老大帶著大量機密 走來香港的那個叫史諾登 史諾登走來香港 美國政府曾經公開叫香港特區政府交人 是不是? 這個就是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是跟你打開口牌 說我們現在是美國駐香港機構 現在我們走了一個叛國反過來 他手上大量有我們美國的國家機密 這個全是合法合理的 這個國家機密 所以我們現在要捕捉他回去 他是告訴你 他在美國駐香港的領事館 他在美國駐香港的領事館 他在外交的世界 有一個很嚴謹的程序 就是當你發生這些跌倒 或者迷害國家安全的事情 你要向駐在國的政府 向他公開交涉 因為有一個有名有姓的史諾登走了路 而這個史諾登來了香港 還接受英國左翼的《衛報》記者做專訪 還接受香港民主派的頭號議員何俊仁的接濟 還有香港當時的公民黨一班 自由知識分子走去花園道美國總領事館門口抗議 說他危害人權 對於美國來說是產生了一個海外的危機 所以他明正言順是由美國駐香港的領事館 向香港交涉 這個沒錯 就是領事館的工作範圍 但不是說平時太平盛世沒有什麼時候 哇 做這個叫私家偵探面場片 鄭君妮穿件安室外套 拿著一個放大鏡 可以偷入對方的家裡 那時候掃櫃桶底 偷拍照 不會說出來的 也都不會做的 我不相信現在 例如法國民族主義的一個極有的政黨 叫做Marine Le Pen 他快就會出來挑戰馬克龍 我不相信法國駐香港的領事館 會就法國的國民陣線 裡面任何黨員來香港購物和活動 是派人去這樣監視 是吧 去一萬步來說就算是 他不會說出來 說出來就是 現在我們駐英國的領事館 那個性質是包含 是監察反對黨工黨的黨員 以遊客身份進入香港購物 去赤柱買東西 所有反新衛生的政府活動 不會這麼說的 所以陶先生 說了你 剛才你解釋的 如果真的不明白 我試一下 不如用娛樂圈的例子 大家可能容易些明白 就是去選美 我不說什麼選美 那當然是美麗與智慧並重 或者推廣香港的 難道告訴你 其實我選美是想找老闆的 我想加入豪門的 你會不會這麼說 你不會的 好 再退一步 加入娛樂圈 我做電視台 人工很低 我問你為什麼做 是因為我對演藝有興趣 我告訴你 其實我目的是 拿個名字去秘勞嗎 回大陸登台嗎 接著再找人嫁嗎 協助個名字 不會說出來的 大家知道的 這個世界是這麼運作 但是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的 好了 我不說娛樂圈 說認真的 在政治或者軍事世界 自冷戰以來 美蘇在北大西洋的潛艇 互相在裂殺 接著在北大西洋的上空 在兩方陣營的軍機 互相在搏翼 從來不撞機 潛艇不撞 為什麼 因為大家有一個訊號 好像你說 中間大家角力 過招 誰贏誰輸 在水底在天空 大家知道的 接著大家 軍子地分開 不涉及這些碰撞 但是為什麼你近年 你會發現南海又撞飛機 接著在菲律賓 那些地方 又撞船 又撞船 水派又亂吐 宜笑大方 很肉酸 我就算說 國際的政治和軍事 對於博弈 大家都有一個訊號 大家都有一個潛規則 軍旨協定 大家可以互相捏殺 和互相捏 當然不是禮真 但是中間勝負 大家是完全在心中 不會放上桌面 不會放上新聞 因為如果一件事 一出了新聞 上桌面 不是顯示我厲害 是顯示我不專業 在軍事上 我這天潛艇 我這天飛機 不專業 為什麼會撞 撞了就是你輸 這個例子就是這樣 所以怎麼可以說出來 怎麼可以做出來 這些事 我真的難以想像 歷屆選香港港者 電視台的網頁和官方的宣傳 就是選香港一個與美貌並眾 可以代表香港做一個國際親善大師 沒錯 一個美女 是嗎 公開宣傳 由劉家傑開始做私儀就是這樣 是嗎 他不可以說我們選個港者 或者選個沒有國際 我們選個選美冠軍 同時是要兼職耶馬克陪老闆吃飯 被人捉到一鍋 最糟糕 有害群之馬 樹大有夫之 哇 你侵入別人隱私 影到上一個叫前港者 或者前選美冠軍 晚上和這個 香港的億萬富商的兒子 是進酒店 被人拍到 那天這個叫做主辦選美的當局 其實全世界選美都是這樣的 在大陸選美 什麼楊誠小姐 北京小姐 不用陪老闆嗎 當然 既然是這樣 全世界都有這樣的慣例 你說Donald Trump的老婆 還是什麼 以前是不是明無先 既然是這樣 我們不如宣佈改變性質 光明正大 不要鬼鬼祟祟 說明日後選美冠軍 加起來是要陪老闆 另外 陪老闆收錢 我們主辦當局是收多少成 大家還契約精神好不好 不要 攤開講 攤開做 不要用遮守布 不要用花紙 是吧 選美包埋陪老闆 這樣行不行 這個當然是葉劉 經貿辦加上監視和收集情報 不如列出來了 那個功能好不好 這個就是向來 保安局局長葉劉 有一種 根國英雄的豪情 他沒有說錯 即是他沒有錯 我不要說他沒有說錯 他沒有錯 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個實質是這樣 只不過他非常坦率 我很欣賞他 心裡想到什麼 就說什麼 還有他不會騙你的 一個這樣的強人 將來做特首 我覺得 怎麼都比歷任好 因為他有原則 這個選美發言人 如果這樣說 他有沒有想過 電視台情何以堪呢 例如 方小姐和 陸叔 他的面子何在呢 還有其他曾經選美的佳例 會不會被他 這個地圖炮所波及呢 以後的人還會不會去選美呢 他有沒有想過 他說的話 雖然可能是事實 我不要說絕對 但是說出來之後 那個影響有多大 還有隔離台 就是 我叫做 敵方陣營 美高美 他是 幸災樂禍 還是 此口否認呢 人家不會承認 他的大使館 或領事館 也沒有功能的 是你說的 你說選美原來要陪老闆 我那個選美不用的 不不不 就算是你說明這個選美 一定辦得下去 因為重賞之下 必有勇輔 只要你加 加著那個選美的冠軍 由這個現金 是贊助 某大雙號一百萬 加到一億 你就算說出來 你選了之後 慢慢要陪老闆 還有他們的兒子 都一定有人選 還有一定有美女當選 所以說 在重賞之下 必有勇輔 這個你不用擔心 所以爆山 有時候你輸生輸放之見 是吧 我不是說你老套 是你那個人生視野不夠闊 你好像一些文化界 文青一樣 看的東西非黑即白 是吧 這是有公義 這是有公義 這是你不對 你不要說了 這些東西 是 這個世界 人性的層次是很豐富的 不是看這些東西 是這麼黑白分明 尤其是 我先否認 我絕對不是 第一 我並非學院出身 我並非教授博士 也都沒有在智庫工作 我是什麼呢 我的賊鞋仔 在電視台寫劇本出身 在一個染缸裡面長大 裡面全部都是 騎咪怪 然後裡面這種這樣的 帳剛 電視台娛樂圈 以往我做電台 都被人覺得不夠班 你知不知道 陶先生 我怎麼會是有書生氣 是吧 這樣就對 就是說你剛才表達的那種觀點 是很多那些 自由知識分子和文藝 無謊而已 做節目角色需要 但是呢 我可以告訴你 就算你現在養開來講 都一定請到別人的 你剛才說得沒錯 情何以堪 就是現在在倫敦經貿辦事處 正在上班的那些 即是其他選美那些 是那些阿太 是現在送的那些兒子 是Bording School 然後一直在積穿衣服 就是在做林鄭月娥 十幾十年前 曾蔭權醒她那件事 一直在享受 在英國最幸福最開心的日子 那些 那些不是做這些的料 但是你說不是 你現在這樣的宣佈 我現在要轉型了 重想之下 如果你的經貿辦 是獲得英國和美國繼續開辦 而你又宣示了這樣的立場 那你要全部換人 換什麼呢 就換了膽、正、命、平 全部是以前做警隊 做過重案組 無間道、反黑組的那些 是全部進駐 或者你走去你的重想之下 你走去Milton King 是請回以前殖民地政府 已經解散了的政治部 那些所謂的農事 那些我不會做的了 那些 如果有這樣 上山岸 他們經過以前英國的情報 不是 你錯了 你應該是回大陸找 河太那些 新河太那些 新河太那些 膽、正、命、便宜 擺明出來找老闆 還有認錢不認人 那些 你大江南北 黑龍江 四川 大把 那你應該找那些 那些可以做到經貿辦的 既然這個經貿辦 由特區政府 現在宣布開始 是轉型 正如我說 你AO是做不到的 你知道嗎 做不到 什麼香港大學 什麼中大畢業 你做不到 你以為是一個特殊材料做 所以你去而隨便知道 最低消費 你找全部進駐退休警察 但是退休警察做 你又做了一個 叫做 叫做 袁重彪 袁重彪 所以你就算香港 你找了所有的警員 退休 進駐做收集情報 就像你所說的新主義 你也應付不了 那你就找些什麼 你剛才說 找到前政治部那些 又不行了 個個已經七老八十 已經在那裡 在那裡看著 看著風雲谷 已經這樣 現在看著 唯有就要去大陸 去招募國安局的人才 馬上高財通 叫他來香港 給香港警告區民身份證 給香港特區護照 正式吸納為香港特區 駐倫敦經貿辦的主任 副主任和行政經理 全部換血 將香港這方面 不能升任做情報工作的 香港政治正正當做乳血 又是大陸吸納人才 必然是這樣的 我們不是說笑 說真的 這真的是方法 我們說邏輯 是嗎 我們有幾分證據 說幾分說話 是嗎 不要說我們沒有建設性意見 我們真的有建設性 一定是這樣 我也很歡迎 既然是這樣 那你光明磊落 你就和英美打開口牌 你自己也知道 現在英美已經和中國玩東西 你身為中國 香港的經貿處 你怎樣可以獨善其身呢 不如赤裸裸 明瞞 但是你現在這樣說的話 英美又會不會准許你這個已經轉型的經貿辦 但你繼續在華盛頓和倫敦存在呢 這是一個問題 原理是說 你選美也可以 你再說 負責陪老闆也可以 在那個宗旨上 但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廣告商會不會再贊助呢 是 American Express HSBC 會不會下廣告呢 那些金官司苗米王 你也知道 是電視台發 外股肌皮膚高都不贊助你 那些婦女用品的贊助商 他要贊助一個選美 一定你要選美的內容和健康 是吧 選出來的人 在英國、美國 牛津大學畢業 那我這個商品才可以贊助 你現在說明 說明是轉型 兼拌這件事 那不要了 你不如找印度神遊 和程翠用品 和鋼本 這個鋼本 說笑真事 你不用怕 一定做到下去 贊助商也跟著你轉型 以前的大富豪 中國城都有選美的 搞過的 夜場 什麼公主 都可以的 有的 有的 以前的例子都有 50年代的例子 都有 那些威士忌 都是贊助的 不過客人不同 客人不同 客人不同 在下面拿著雪茄 做評判的那些 都不同 是吧 所以不用怕 沒問題的 香港是一個很現實的社會 說一句老套一點 就是笑貧不笑槍 說一句現實一點 就是follow the money 什麼都可以搞 你做選美 怎麼都可以選 是吧 所以由於這樣的言論 不知道是不是 或者有這些香港的政見 聽了我們 封圍谷 我們上次都說的 與其是這樣 你不如效法TikTok 中二兩難傳 玉石俱焚 我現在跟你撿了它 不要被英美下令關閉的收容 所以這個政見的觀點 有精英回應 就是這個發展局前秘書長 楊立門先生 他也是公開這樣說 他說既然今年是大選年 各黨派的政客都在競賽 中國成為美國一個頭號的敵人 楊立門前秘書長說 香港關閉經貿板 事在必行 就是說 他說既然華盛頓開了口 說一定要動你的經貿板 他說 與其 楊立門說 與其 等美國通過法案 是讓美國趕走 不如特區政府主動宣佈 關閉這三個經貿板 撤回所有人員 楊sir說 這個理由就是 面對美國政府無理指控 不友善態度 特區政府的經貿板人員 已經無法正常履行他們的職責 不是藉口 而是視察 經貿板現在已經很難接觸到 有份量的美國官員 或者是議員 要說的話 已經沒有人願意聽 繼續 這件事你玩下去 都是無人 浪費公帑 有關人員更隨時 好像最近倫敦經貿辦 被拉上法庭 於是楊立門就引述 2020年中國在侯斯頓總領事館 被指刺探美國情報 單方面 很厲害 是吧 就引用這個先例 他說中國政府 馬上還以顏色 你美國刪了我的侯斯頓 中國領事館 我中國又刪了美國駐成都的總領事館 不過感覺上都是被動 就是說 你先讓美國動我 所以 楊立門就說 不如主動由特區政府 關閉了 是英美的經貿圈 這些 真是很有軟件 和我們風雲谷前兩集 英雄所見略 我們提出的建設性的建議 我都非常之開心 是得到這一位 有AO界黎明之稱的歌王 前官員的正面的回應 他都認為是這樣 這件事我覺得 老老實實說 是你最明智的辦法 加上你現在已經宣佈出要轉型 要撈什麼撈什麼 更加打草驚蛇 所以我認為楊立門的方案 是比特區政府透過葉劉所宣示 改變性質更加有建設性 你不相信你問你的阿爺 多謝楊立門 也謝謝姐姐 葉劉淑儀再次幫助確認經貿辦的其中一項沒有講明的功能 間接證實了 另一方面如果根據楊立門西的意見接了經貿辦 就開一個情報及監聽辦 你儘管向其他國家講明 我現在這個是情報及監聽辦 你讓我在這裡開 開完之後我擁有外交特權 那你儘管嘗試這樣說 看別人是否讓你開 很簡單 有來有往 當然冤有頭債有主 我們說話很平衡 都是一群流亡在香港的BNO 你們不要這麼白眼 麻煩你們去到英國 不要天天走去滋擾中國香港經貿辦 你這樣不是那麼好的 是不是 為什麼 我經常都呼籲 BNO人士去到英國 找回一份工作 你不要累到香港的政府 那些小粉紅經常去日本領事部示威 那又怎樣呢 那些華僑看到達賴喇嘛 那些道訪又出來了 那又怎樣呢 有來有往 在西方這個自由民主社會表達意見是其中的權利和自由 沒有理由要受到這樣的對待和限制 上次在曼城已經被人抽了進去打了一鍋 現在我覺得香港的經貿辦最慘的是 因為曼城那次之後 要驅逐 你知不知道那些阿太呢 其實可能那些阿太也很激動的 想抽那些年輕人進去打了一鍋 拿高跟鞋打他頭 但是這個不行 因為那些子女和老公在英國 如果萬一這樣 像曼城那些 中國領事館那些要遣返 那就不太好 未曾發生這宗彪哥事 本來及早去年就可以這樣 在英國請了那些 恐武有力做過 黃家陸戰隊那些 去過阿富汗那些 恐武有力 刺青 在唐人街兼職務司的 一早就已經請了回來 然後駐守門口 一見到那些什麼藍炒巴 什麼在外面 馬上生氣他們 與其是這樣 你就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一件衛兩件 又是衛 學足中國駐萬城領事館 那裡又學不到 那就變成了半頓坑 吳三吳四 我一早都可以說了 你這個就是一國兩制進入死位 陶先生 到底是跟一國還是兩制 現在英國人 你看準 你這個死門一煮就夾中 是吧 所以現在楊立門 前秘書 這個發展局秘書長 始終都是有少少國際視野 所以這個既然是這樣 等到你英國政府和美國政府 下令羞辱 不如現在照我了斷 立刻48小時全線關門 至於跟著後果是怎樣呢 香港會不會進一步 和這個世界脫鈎 這是另一回事 民族尊嚴是壓倒一切 這是你慢慢回去商量 是吧 跟著這個叫貿易發展局又怎樣呢 用什麼來開檔呢 是不是在這個叫做龐藝街龍鳳酒家開張桌 這個叫做中國香港投資資訊處 這個辦法總比問題多 不用怕 路是人走出來的 但是現在當務之急 就像楊秘書長所講 是吧 就是事我了斷 是吧 我覺得這個是比起你現在宣佈我性質變了 我日後我出來幹了 是吧 更加符合香港的利益 我拋穿引力 我說的東西未必是對的 是吧 各位現在看著風雲曲的政務官 這些阿哥阿姐 或者海外 退休的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和政治部大佬 你們覺得對不對呢 是吧 我們未必是對的 correct me if I'm wrong 是吧 楊立門秘書長這麼說 和葉劉代表特區政府都這麼說 我們將兩邊的意見 兩邊的看法 講法拍在一起 然後作一個獨立超然的判斷 剛才我們以電視台選美作為秘譽 並非是客觀的事實 希望大家能夠容易接收和理解 絕對不是的 因為香港的選美是要宣揚香港的國際形象 和智慧與美貌並重 亦都是九二第一 比賽第二 這個是宗旨 但私底下陪老闆吃飯 吃飯而已 吃飯而已 是吧 吃完飯 埋單找數 就拿起手袋各山東西 介入荷門都只不過是偶然和意外 並非這個選美的目的 不是目的 你說得很對 是吧 不過這個是香港五十年來的一個 經濟繁榮和社交的一個生活的正常現象 就算是邏輯關係 並沒有必然關係 沒有問題 一個女人加入豪門 跟她有沒有選美 其實是不一定的 不是羞恥的事 選美冠軍陪老闆吃飯 絕對不是羞恥的事 沒有問題的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各位風雲谷 記住 如果你有什麼高見 私底下想跟我們談 或者看看我們私底下有什麼精彩的交流 建議加入圖結局的比賽 還有風雲會的特別會員 下支節目時間 再會 好 下一集再會 拜拜 我們呼籲大家幫忙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會 拜清德蕭美琴 當選 這是美國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願意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是令到藍絲抗拒 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就個個都會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傳記的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即是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 是不是覺得跟林鄭和梁振力 有某種的類似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車 然後跟旁邊的幾個社長做事 剛才聽到查先生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吹什麼他覺得自己是很有成就感的 連林作如果都關起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押著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就應該是陳國基 和鄧炳強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直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秦代呂不韋的角色 這個很明顯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做梁民道 蔡東豪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我找你做光明頂 我說我一個怎樣做 我要留天前 不用留天前 我跟你呢 橫分瓦架 有一個叫劉細良 接著劉細良就帶著沈旭暉 葉蔭聰 梁啟智 朗天 這幫人我不認識的 梁啟智未到 黃偉倫 這幫全部叫做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個人是很不相信我 因為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的 這個也是一個 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會 以及陶生爆sir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高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 兩年以來對風雲高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高再會